我叫何清 我重生了 重生回了末世爆发前的第七天 看着出租屋里的一切 没有收拾完的行李 散落的瓶瓶罐罐 我知道 我真的重生了 作为一个大学毕业后 就出来工作的社畜 每天上着996的班 还要时不时的为公司的琐事加班加点 终于在工作三年后我裸辞了 看着工作三年 手里不到五万的存款 再看看抽屉里的一堆各种病简单 腰椎 颈椎 甚至还有手臂因外伤造成的骨裂 最后 我毅然决然地辞职了 记得上辈子 我就是辞职后 打算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在我走前 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病变 丧尸爆发了 结果不光没有回到我心心念念的老家 甚至连我的出租屋都没走出去 就死在了丧尸的嘴里 我是死在了丧尸爆发的第三天 所以好多事情也都不太清楚 只是在爆发前看到过 有人在网上发帖子 什么病毒泄露啥的 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的 后来国家出面辟谣风帖 才渐渐过去 当时大家都以为是个玩笑 谁知道这却是有人给我们发的保命符 但是我们却都没有接到 看着地上的琐碎 我将东西踢到了一边 我知道现在不是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 首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让父母把窗子都封上 我老家是S省R市的一个名为小河村的地方 村子地处平原 周围没有山 临近一条不算太宽广的河 河的对岸就是县城 正好这几年遇到好政策 赶上了新农村改造的尾子 在去年过年前 全村都搬到了新盖的安置楼里 如今正是家家都在装修的时候 所以装个铁网啥的也不会引人注目 毕竟都在装 因为刚搬上楼时 有孩子调皮差点坠楼 所以大家也不管什么没丑了 为了安全几乎都加固了门窗 爸 你还有钱吗 能转我点吗 我有急用 听我要的急 老爸二话没说就给我转了五万 他们知道我身体最近很不好 他以为我出了啥事急着救命 好说歹说才安抚下他们 让他们在家看着改造门窗 我则租了一辆大号箱车 直接去了离我最近的批发市场 墨是什么最重要 食物 水 药品 武器 还有最重要的能源 我资金有限 必须节约着用 所以相比较于大型商超 还是批发市场更加适合我 水 老家虽然搬上楼房 用上了自来水 但是小区浇花的水 却是自己打的水井 如果后期自来水平了 也不会可死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是买了50瓶装水 买得最便宜的 一提24瓶 每瓶550毫升 批发只要9元钱 这不比超市一瓶两元的矿泉水箱多了 为防止有人多想 我只能谎称工地发放水 但是我想多了 老板压根就没多问 毕竟批发市场出货量大着呢 谁管你呀 后来我又如法炮制了这个理由 买了米 面 挂面 盐 糖 调味料 都是最大袋的 盐 糖 直接来两箱 为了保险起见 我又跑好几家购买 并约定了不同的取货时间 就这样 我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将我们一家四口的口粮购买完了 粗略计算 可以吃三年左右 至于三年后 如果末世还没有结束 会怎么样我也不考虑了 这也不是我能解决的了 订完物资 我又跑遍了市里个大诊所 托我的一堆病例的服务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我终于还是买到了我想要的药品 消炎的 治疗感冒发烧的 止痛的 甚至监管 醉严的抗生素 头包 青霉素等等 我都买到了 想起医生看我的同情目光 可能他们也觉得我不容易吧 25的年龄 52的身体 所以开药的时候都很痛快 我很感谢他们医治人心 这让我对末世活下去 又多出一份信心 买药是真的贵 晚上我又在各大药房 关门前去购买了一桶 复合果味维生素片 一瓶要好几时 但是医用的单类维生素片 才3.5元一瓶 大瓶的保健维生素一 一瓶要100多 医用盒装的才7元 一盒30例 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 于是我又分好几家店 买了不少云南白药 止血粉 钙片 维生素 纱布 抗过敏 软膏等东西 等一通购买完后 我记得上次末世大规模爆发的时候 是5月3号 这场灾难先是在一线城市爆发 然后迅速蔓延全国 趁着五一小长假出去游玩的那些人 成了第一批牺牲者和传播者 短短三天的时间 整个世界就乱套了 这个病毒刚开始 还有唯一小段的潜伏期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第一例来着 我记得就是这几天 新闻报道狂犬病咬人事件 但大家都没当回事 结果没出几天就全面爆发了 正思索着 社友回来了 他说他们五一放假 问我要不要出去玩 我谢绝了他的提议 并表示自己要回家看看 建议他也回家看看 毕竟也是好几个月没回去了 上辈子他就出去玩 在末世第三天的时候 我被疯狂砸门 以为是他回来了 结果开门后 被陌生人推出去挡了丧尸 希望这一次我们都要好好的 我和他东拉西扯的聊着 不动声色的提示他 做好囤粮的准备 何清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这是哪里又爆发疫情了 你这又准备囤粮了 社友小黎不解的问我 我朋友南大学医的 今早他和我说 大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同货 哦 那我也让我妈去多买点囤账 万一到时候防风小区出来咋整 看到他去打电话他的身影 我知道他是真的听进去了 这样也好 我没法保证他能活过漠视 至少不会再想象前世那样无助了 他打电话回来 我们又聊到了买啥东西好储存 正好他们公司是做肉食出品的 什么腊肉肉干啥的都有 我借着回家给亲戚朋友送礼的理由 从他那里订了一批真空包装的肉干腊肉 因为是内部价 我买的又是原味鸡胸 猪肉干这种不太值钱的货品 一箱十公斤 每样来十箱 一共花了不到六千元 我给他转了六千五百 又给我凑了一点真空包装的 调理肌爪压吃啥的 这让我在末世的时候 偶尔还可以换换口味 做完这一切 我躺在床上盘算着今天的囤货情况 最基础的米面粮油买完了 水也买了一些 但是不是很多 因为有水井 所以我买了十几箱净水片 想着地下水应该不是这么容易被病毒污染 到时候真的停水了 靠着井水和净水片也不至于可死 况且净水片便宜又不占地方 用处却是很大的 食物和水都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能源问题了 太阳能无疑是最环保的能源之一了 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 是目前最紧要的一件事 以前住平房的时候 不是没有人安装全屋顶的太阳能片 但是这个东西安装全套 不仅贵而且费时间 有什么是可以快速安装 并且转换方便的呢 还真有 网上一搜 什么蓄电池一体机 太阳能逆变器 太阳能电力储存箱 好家伙 保修十年 设计寿命可持续工作25年 搜索一圈 发现口碑最佳的一家 竟然距离我还挺近 在网上预约完后 我决定第二天去实地考察一下 凌晨三点 我走出出租屋 来到楼下开着我租的乡车 离开了小区 因为是半夜 路上也没有这么多车 我超近到放开了跑 在五点前 终于回到了我的老家小河村 将车子停到地下车库 由于在路上 就提前就和父母打好了招呼 所以开开车门 就看到等在车库的父母 啥都没说 一家人沉默地 向楼上搬运物资 五点三十分 天刚刚开始亮了 我们的物资也搬完了 看着一地的水 米 粮油 我竟有些不知从哪开口 妈 爸 如果我说末世要来了 你们信吗 我难难地开口 信啊 咋不信 我和你妈已经连续 做了好几天噩梦了 不是你出事 就是你妹妹出事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结果你昨天打电话 让加工门窗 我和你妈一商量 干脆连门都换成了防破门 一整套下来 花了我一万多 老爸拍了拍大门 比之前的结实了许多 你爸不光把家里大门换了 储藏室的门也换了 还好咱们之前的门 也都是新的 折就卖给了换门的 省下了这换沙网的钱 老妈拉我到窗户前 只见原本的超大阳台 玻璃外边 都加装了一层防护网 虽然有点影响美观 但是安全系数大大提升了 原本窗户的沙网 也变成了铁沙网 结实耐用 爸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看着家里改造的这样 我其实还是不太放心 万一 我是说万一最后真的到了绝路 这些防御 也只是让我们多活几天而已 毕竟被逼到绝境的人 什么事都是能做出来的 还有不到十万 你知道的 拆迁款还没有下来 这半年又搞装修换电器啥的 真没多少钱了 说着老爸有点窘迫 忙忙碌碌一辈子 林了经也没攒下多少钱 不少了 毕竟我妹还上学 我又刚毕业没几年 钱少有钱少的活法 我们合计一下还缺啥 等我回二十再去买一些 于是 顾不得整理这些乱糟糟的物资 我们再次做到一起 为生存讨论了起来 各书几件 我说了一下我订购的各种物品 药品和即将要买的太阳能转换器 老爸老妈在我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点改变 最后 我拿着新出炉的采购订单 和老爸给我的转账 再次投入到了大采购 走在回市的路上 我分别给采购粮油的老板打去电话 留了不同的地址 让他们发物流 由于我购买的时候就是论乡买的 所以发货也好发 回到城市 我直接去了之前联系的太阳能板工厂店 看了它的各种型号的太阳能板 根据我家可以照射到的面积 我直接买了功率最大的 之前量过阳台的照射面积 装在外墙是为建的 所以只能放到阳台里边 所以根据面积我一共买了两套 一套装墙上固定接受光照 一套做可移动价 随阳光转移阵地 两套就是两个转换器 储电箱则买了四个 以防不够用 浪费了光能 又买了些节能灯 让老板送些连接线 七七八八算下来 竟然花了两万多 果然还是机械啥子的最好钱啊 将这些东西装上车 我又去买了几个老妈要的锅 和户外卡式炉 还有灌装炉器 炉器多买了一点 二十箱 直接发物流 这是以防断电断气后 吃不上饭做的最后的一道保障 买完这些 我又买了点零零星星的东西 之后便是去了小黎的公司 拉我的风干肉类 将所有东西打包上车后 车厢空间也堆满了 剩下的副驾驶我也没闲着 顺手还买了一箱试纸 看着我买的东西 小黎很是无语 说我咋啥都买 没有理她的吐槽 我们一起回家放下车后 又一起去吃了个饭 由于我买的东西很杂 她只知道是给亲戚带的 并不知道是买的什么 只是吐槽了我的试纸 便开始东拉西扯起来 轻轻 你说现在的东西咋 越来越难吃了呢 以前我吃的米线 筋到爽口 现在的米线 吃着和吃橡胶一样 根本咬不烂 扒拉着碗里的米线 小黎的吐槽欲疯狂上涨 从米线到碗里的辣椒油 一样没拉下 通通批评了个遍 对对对 吃着想橡胶 橡胶 嗯 嚼不烂的橡胶 对呀 我咋把这个给忘了呢 丧尸再危险也是人变的 只要没变成其他物种 总归还是人啊 丧尸咬人 抓人会传染病毒 那别让他抓伤咬伤了呢 之前陷入了逻辑怪圈 只想着藏起来 但如果我们有了自保的能力 比如皮甲 铠甲 那到时候情况如何 还真不一定 说不定还可以反杀 想到这我不仅亢奋上头 顿时觉得一切都有了希望 回到出租屋 我盘算了一下已经购买的物资 米面粮油啥的有了 肉类也准备了 海鲜什么的 一直是比较贵的 但是人还是需要补充 这一类的营养 所以计划再买几箱蛋干虾皮 还有脱水蔬菜 海带啥的也要准备些 毕竟真到漠视了 没有菜吃 是万万不可以的 就在我计划 还需要买的啥的时候 嫂子打来视频 视频里是两个小侄女 和我哥玩耍的样子 活泼且快乐 嫂子和往常一样开着玩笑 催促我喜欢孩子 就赶紧找对象 自己生一个 还说要给我介绍为优质男性 看着视频里幸福的一家四口 我实在没法像以前一样笑得出来 一想到这样的情景 以后会被漠视吞噬 我就生出了无法抑制的悲凉 嫂子 我有个客户 是做进口母婴用品的 最近他们有活动 你看你需要不 如果需要 我就给你问问内部价 正好我月底就辞职了 趁着我还能帮上忙 你快看看 我之前是干工厂采购的 所以很多东西都有一定的渠道 之前也不是没给小侄女们买过东西 所以嫂子也没多想 就开始计划采购一波 我和她说 可以在她的宝妈交流群里问问 买得多 价格更划算 再说我马上辞职了 以后可能也没这价格了 挂了视频 我找到之前客户的微信 向她透露出我要做代购的意向 并成功拿到了低价进货单 我将会价格发给嫂子 并让她尽快统计 一定在我辞职之前做完 她给我回了个好 表示明白 躺在床上 这一刻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是群居动物 灾难来临 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如果真的想活下去 就得团结起来 我真的不想看到最后 就剩下我们一家人还活着 那是怎样的悲凉 但是现在面临在我面前的最大的考验是 我如何才能让别人相信我呢 又是凌晨 我再次开着我租的车 开启了偷偷摸摸回家之旅 我要感谢老家小区建设的还不够完善 虽然硬件都没有问题 但因为当初搬家太急 很多小细节都还不够完善 比如说小区的大门 因为都是一个村的 再加上农村嘛 半夜出去工作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们的小区大门从来不关 也没有值班的人 这对于我的行动 大大的提供了方便与保密性 这次我走得早 回到家还不到四点 由于物流的便捷 今天老爸已经接到了两批物资 这些物资都是米面粮油 已经运到了屋子里 老妈把我领到了我原先住的房间 只见原本的床已经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类似于榻榻米 或者是炕的东西 这个东西与阳台齐平 占了我屋子的三分之二 整个是一个木质结构 这啥 老妈过去取下一块面板 下面竟是我买的饮用水落起来的 外边是饮用水 里面是塞了满满的米糊面 还有两香盐 矿泉水墙外面是木板 盖上面板 铺上褥子 完美地变成了一个超大的榻榻米床 好厉害 这是你爸想的 仿人之心不可无 做下伪装也是没办法的事 老妈虽然是笑着说的 但是眼中却是满满的疲惫 会好的 我给了她一个拥抱 然后说出了我最新的想法 在那面前无人可以独善其身 个人的能力是渺小的 只有将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 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保 按你的想法做吧 你上辈子上辈子 是第几天爆发的 老爸艰难地吐出这句话 我住的地方是5月3号 但病毒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 我记得看到过一些报道 但是具体时间忘记了 毕竟这种血腥的视频 都是会被封的 再加上我也没开关注 可用的信息实在是少之又少 今天是29了 时间真的不多了 闺女 家里的事你不用管 我和你妈弄 你看看缺啥就快去弄吧 明天下午一定回来 回来咱就不出去了 老爸当机立断地开始忙活 我则踏着微量的光线 再次开车离开 回到租住的小区还不到8点 我上楼正巧碰到小黎去上班 他说他下午的车回老家 正好他还有假期 便连了五一家一起修了 和他告别 我回到了我的屋里 拿出手机 从网上搜索剪辑了几篇 关于新型病毒的报道 发到村子群里 理由是公司最新的通知 假期别出去 注意做好防护 消息一出群里顿时炸锅 说什么的都有 拖前几年疫情的影响 虽然都是抱怨与众骂 但还是相信的多一些 毕竟都经历过前几年疫情的苦 虽然农村不愁吃 但是求医问药 却是很多人心中的阴影 怕他们不信 我又转载了几篇国外的报道 这下应该会行动起来了吧 小青啊 你发群里的消息可靠吗 我咋没看到上级的文件呢 就在这时村书记给我打来了电话 书记是和我爸一辈的 按备份我还得交书 书 这个消息是我同学给我的 现在还在保密期间 说是新发现了一种流感病毒 有一定潜伏期 所以让我假期别出去 我定了定神 而且书 我实话和你说 我另一个同学那里已经封小区了 要不是他打电话告诉我 我假期差点去找他玩 你想当初的疫情 不也是从封区开始的吗 我语重心长地劝说 林老还建议以村子为单位囤储物资 以防万一 并表示如果囤物资 我马上报名交钱 挂了电话 我又在网上发了无数帖子 论末世来临如何自救 评论大多是嘻嘻哈哈 或者是说我起人忧天 当然也有人问是真的如何 面对这些类留言 我一般也是嘱托 赶紧囤货 购买武器 保全自己 回复了一会帖子 打开村群 村书记已经开始动员大家同物资了 我当即报名参与 老爸也很上道 表示报名囤货 还问有没有办法买点药品啥的 毕竟若真的疯了 生病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村子里正如火如荼的开始准备 我又给在外地的亲朋好友群发消息 无疑是不要出去旅游 在家囤货 做好准备 可能有新的流感病毒出现 不管他们信了多少 总归是提了个醒 万一真的到了爆发时 也可以比别人先行动起来 看到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 我也关上了电脑 注销了账号 我想这个号以后应该都不会再用了 青青 这是最后的产品和数量 你看一下 请我微信转你 就在这时 嫂子的信息传了过来 打开清单 每样东西的数量价格都很清楚 回复收到后 我接着联系了之前的客户 对接后表示东西挺多 第二天专门给我送一车 我随即表示跟车回去 对方同意了 做完这些 我查看了一下手里的余额 满打满算 还有三万元 随即又去了一趟家访衣帽市场 给全家四季衣物又买了几套 主要是耐磨方便的衣物为主 内衣也是成捆埋 这东西不能将就 被子 厚薄个拿几套 这个家里有不少 但以防不够 还是再来几套吧 洗护用品 就多买点牙膏和香皂肥皂 这东西比洗发水啥的更耐放 主要是不占地方 一药来几箱 看了一下 我又拿了两套剪发工具 不行就把头发剃了 省水省资源 买完这些 我又去了一趟土杂市场 这里啥都有 什么铁链 消防服 灭火器什么样的都有 仔细看了几款胶皮之后 我选了一款价格中等的皮子 韧性够了 还不是太硬 据老板介绍 这材料别说被狗咬 就是捅刀子没几下 都别想捅穿 为了防止意外 我还是又买了一些硬皮 由于买得多 老板给抹铃的同时 还送了几包工具 这下我手里的钱 一下缩减为三分之一了 看着车里还有一些空隙 我突然想到 我忘记了买储水工具和卫生纸 于是在市场上 又买了几个圆柱形储水桶 再次杀到洗化区 将卫生纸卫生巾塞满了大桶 将车上所有的地方 都填满了才放心 和母婴供货点 回到老家已经12点了 我将车停在地下车库 乘电梯回到家里 我原本的屋子 已经完全变成了仓库 除了原本的隐藏是榻榻米 在榻榻米上还叠满了物资 有新收到的米面粮油 我买的肉干 菜干 虾皮 满满灯灯 甚至墙角还有几项户外卤防暴 替换气瓶 还有一部分东西 你爸放储藏室里了 储藏室刚做了防潮分层 不用担心会坏 再说储藏室里有杂物 也更好藏东西 看完仓库 我们又将车里的物资 往楼上运 衣服 生活用纸 这些不能放地下室 容易长毛 哪怕在防潮都不行 像是胶皮 水桶 还有工具就先放地下 太重了 又占地方 忙活了将近两小时 终于将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我和你爸打算将你姥姥 姥爷接过来 和你爷住一起 正好到时候还能有个照应 老妈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神情是忐忑的 但是我也爱姥姥姥爷 又怎么会不同意呢 接来吧 我明天再去买点物资 还有老年人的药 我竟然把这茶地忘了 这个不用你关心了 我和你爸都准备好了 老妈笑了 笑得很幸福 我也笑了 同为子女 我又怎么会不懂呢 再次做到一起 我们就当前的物资 再次做了一番检查 发现并没有什么遗漏的了 白天村里统计物资 老爸又买了一些米面粮油 还有消毒酒精 不光如此 还有联系人 将大门做了二次加护 门框的墙体间 上下个多了两道横梁 中间也是两道横梁 这样到时候 只要把门与梁连接在一起 无论你外边怎样 都是进不来的 不光如此 除必要的地方 其他地方的窗户 也都加了帘子和防护 家里门后墙根 也都多了一些衬手的工具 若有人硬床 出不出的去都是问题 看到仿佛碉堡的房子 我心里的不安消了一大半 接下来就是看我的了 我打算第二天 在群里再加一把火 让其他人的行动 再加快一些 不出意外 狂犬病咬人的事情 也快出来了 到时候 装满了一个行李箱 再见了 我住了三年的小屋 退了租车 我来到和客户约定的地方 看到他车还有空隙 我又买了几箱泡面火腿肠 让他一块给我带上 就这样一路走来 我正式离开了我 奋斗了三年的城市 回到家 联系了嫂子 将车卸完 我看到宝妈们 领的自家老公 开始搬运东西 不说别的 单单我们村今年 就新增了16个小孩 再加上日常 还有要喝点奶粉的 幼儿园小学的 林林总总将近100的孩子 我之前算过村里的人口 由于像是我这么大的 很多都在外地 以我爸妈他们为主力算 主力有500多人 老年人有不到100人 这样算 我们村的所有人力 就是700左右 700对未知 或者是500背负200对未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分完物资 我回到家里 看到村群里 竟然吵了起来 有外地的孩子 嫌我们听风就是雨 听信谣言乱花钱 还有几个在群里 骂我散播谣言居心不良 这可把我气个半死 就在我打算反击的时候 一篇新闻映入我的眼帘 原是这几天 突发新航流感 告诫各位居民 减少假期外出旅游 以免造成传染 影响身体健康 我转手将新闻转发到了群里 并好生解释 一切都是为了防范于未然 毕竟距离疫情大封锁 也没过去两年 还是小心的好 看到这群里反对的声音 小了很多 偶尔几个声音也被压下去了 反而是父母开始告诫子女 不要到处去 家里吞点东西 之后我又发了几篇 地方封禁的消息 这下群里彻底安静了 回到老家后 我便开始做进一步的部署了 姥姥和爷爷两边都已经说好了 第二天就搬到一起 老爷还将家里的粮食 都搬进了爷爷家的储藏室 老爷一家住的是平房 所以粮食一般不会都卖掉 反而是我们这种搬到楼上的 家里反而因地方小 放不下很多东西 下午 妹妹放假回来了 对于自己上学回家 家里变成碉堡的事 她接受良好 这就是10后的小孩吗 果然不同反响 有了妹妹的加入 我可以更加细致地规划 我们的安全屋 首先将用不到的东西扔掉 其次将备用手机清理干净 下载上各种技能性书籍 为什么不是视频 当然是书籍站的空间更小啊 特殊时期 一切紧着使用来 转眼间 五一劳动节这天了 我从早上就开始关注的咬人事件 终于在12点前被发送到了网上 我赶紧往群里转载 因为我知道很快就会被下架 果然不到一个小时 全网都找不到视频了 国家也进行了辟谣 村群里也再次想起了对我的嘲笑 我只是想说 咱们村小孩子这么多 为了安全还是检查一下的好 毕竟孩子是最容易受伤的呀 果然一句话 所有人的目光 就都转移到孩子安全问题上 毕竟很多人虽在外地 但是孩子却是在家上学啊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只有把利益将所有人相连 那么才能往一个方向使劲 随着群里的讨论声愈演愈烈 村里当即决定 修缮外墙 原本小区后边是新规划的建设用地的 这片地已经收拾出来 打算宽展小区的 为了方便那边的外墙 就没全部封上 这下为了安全 那边变成了第一个重点关照对象 因为还在进行新农村建设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现成的 无论是做加固还是焊钢筋 都很快 所以中午大家还在吵 晚上工序就完成了 我们村有两个焊工队 平时就出去给人家焊大棚架子 无论是手艺还是速度 都是一流的 5月2号 老老爷住进了爷爷家 为了不让大伯家产生误会 当着他们的面 老妈给了爷爷5000元钱 就当赞助费 一大家子出去吃了一顿火锅 最后皆大欢喜 到了晚上 网上突然出现许多狂犬病人 袭击路人的事情 我看了一下 是晚上9点左右 竟然提前了 还是我上辈子没注意呢 想到这我赶紧打了村主任的电话 不一会 所有的村干部都聚集到一起 叔 你们看 这像不像是丧尸咬人 我调出丧尸电影与新闻的对比 一时间所有人都没有了声音 就在这时 国家突然发布封城令 勒令所有人都不许出门 在家做好防范 不好 赶紧 行动起来 老村长率先反应过来 虽然他已经辞任了 但是微信却是全村最高的 不一会 全村男性几乎都到了楼下集合 楼上许多人也是探出头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长话短说 所有人 现在赶紧行动起来 家库外墙 最好是五米以上 之前隔离的铁皮也包上 还有把外边汉棚的钢架什么的 也都弄小区来 只要是铁都给我弄回来 还有外边工地呢 找几个人把口子也堵上 快 天亮钱干完 老村长死命的吼完 不等别人自己 就先动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 大晚上发什么疯 有人不解 有人慢慢咧咧 有人开始打开手机看 是不是漏了什么消息 然后在几分钟后 所有人封了一般的行动起来 人的潜力是无穷的 若不是真遇到了事 我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这样的情景 平时一个个稳重自持的叔叔伯伯 跑出了残影 平时几个人抬的钢管 水泥 一个人搬着 脚下生风 除了行动起来的全村男人 像是我妈 婶子 大娘等人也行动起来 卫会除了年龄太大和太小的 都忙碌了起来 叔 你能不能想办法弄到汽油啥的 万一遇到什么事 我们至少还有点能源 我凑到村书记面前 暗戳戳的提了一句 对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不光游 万一水停了也要命 书记一拍大腿 随即安排下去 我知道 接下来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得了 论人脉和统筹 我是万万比不上这些人的 我唯一的优势 可能就是重活了这一回 回到家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全都出去忙了 虽然网上已经下达了封城令 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没反应过来 现在行动起来的我们 其实真的是站紧先机 等天亮了 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后 就该乱了 我打开电脑 尽可能全面的总结 丧尸的习性和活动轨迹 其实这些也都是 我从各个电影 小说中总结的 具体如何 真的不确定 毕竟上辈子 我只活了三天 甚至没有亲自和丧尸交过手 丧尸对声音的捕捉很是灵敏 有趋光性 力气大 速度快 不会疲惫 耗时生肉 对温度的要求未知 夜晚会不会发狂未知 会不会变异 未知 但是被咬到出血变异的情况 几乎可以说是百分百 但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我们只是丧尸眼中 一块美味的小点心 就在我还在积极编写 丧尸注意手册的时候 村群里来了一条重磅信息 那是我们村走出去 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出息到工作 都是保密状态 我只知道 他当年没参加高考 是直接被从学校挖走的 最近全世界都爆发了未知病毒 疑似电影中的丧尸病毒 现在全国戒严封城管理 所以千万不要出门 也别妄想开车逃窜 现在出门乱窜 才是真正的找死 居家保护好自己 在真正平息之前 不要相信任何外人 相信国家 一定要相信国家 看到这 我的心里又是久久不能平静 对于他的话 我是幸福的 当然 这也更加确定了 这场灾害的威力 我将整理好的信息 也发到了群里 随即下楼 加入了忙碌的大军 就在我们抓紧一切时间 加固围墙的时候 村里又开进了几辆大型货车 车子里是满满的饮用水 和速食方便食品 原来是开超市的同村 联系了供货商 加急购买了这批物资 因为现在消息 还没有彻底发酵 所以这批物资 才能在这时 抢先一步运了回来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应该也是最后一批了 卸完物资 将大车还回去 有几个村民 便背着铁丝等工具 将进村的路封死了 也许后期的作用不大 但是前期的防护 还是可以的 至少会减少 一部分外人的进村 过了一会 出去购买燃料的人也回来了 我不知道具体买了多少 只见他们将车开进地下车库 就没有再开出来过 渐渐的天亮了 随着天亮起来 所有的人都回到了村里的小区 我们看着小区的门缓缓关上 这道门关上我们出去的路 也将危险与我们 隔在了另一个世界 呜呜 不知道是谁先哭了 声音悲怯且压抑 明明心中是无限的迷茫与惧怕 却已经不敢哭出太大的声音 好了 别哭了 现在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但是之后怎样 谁都说不好 咱们提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提前做了准备 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没做准备 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什么都干得出来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不许告诉任何一个外村人 我们的信息 死都不能说 亲戚朋友都不许说 明白了吗 看到老村长此时的训话 在回想昨夜他的当机立断 若是生活在战争年间 应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既然都听到了 那现在就统计一下人数 把这些物资分了 分完物资 继续去加固围墙 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东西 对了 为了安全起见 前排商铺楼的居民 现在全部搬到后边那几座楼里去 趁着现在还有电 也会赶紧搬 动静小点 随着老村长的安排 所有人都行动了起来 有人排队领物资 有的人则按照安排开始搬家 由于我们是安置房 所以基础设施都是健全的 原本前边商业楼 当初闲吵就要的少 所以需要搬的人家 其实也没有这么多 老妈在排队领取物资 老爸加入了基建防护队 现在正在跟着一起 加护商铺楼的门窗 这里防护如果做好 那么就会是一面几十米的防护墙 如果做不好 那就会成为敞开迎敌的大门 一切都会完蛋 我加入了统计分发物资的队伍 因为情况很急 所以所有人的动作也都很快 不到两小时 我就做完了所有工作 也了解了整个小区所有的人员构造 15至60岁男性314人 15至60岁女性280人 0至15岁的儿童120人 60岁以上的96人 还有两位孕妇 全村共812人 统计完人数发放物资 一家差不多能领到三体矿泉水 两箱方便面 还有一些咸菜之类的 回到家已经是上午8点了 我打开电脑 网上关于末世的言论已经普天盖地 无数人惊慌逃窜 外边已经乱了 虽然有武警人员努力地维持秩序 但是被恐慌包围的人 还是像无头苍蝇一样 给治安带来了无限的麻烦 这时候又传来了坏消息 医院沦陷了 从网上可以看到 医院是最先沦陷的 然后也抓紧行动起来 将我的储水桶全部结满进化水 然后将家里一切能用的瓶瓶罐罐 也都用了起来 装完自家的 我又跑去了爷爷家 这时三位老年人也都行动起来了 家里一切能储水的地方都结满了 看到他们有条不紊的准备着 我感叹 谁说老年人就一定不如年轻人 他们经历的多 在大灾大难来临时 往往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睿智 轻轻啊 别担心 当年大月进 饥荒啥的都没能要了所有人的命 现在就是个病毒 别害怕 姥姥抓着我的手 一边宽慰我 一边说他之后的种植计划 什么人不能闲着 家里如果不种点东西 就会做吃山空 等等 听着姥姥的虚导 我心里真的是减轻了很多压力 尤其是看到那一龙子炉丁鸡的时候 听姥姥的意思 这十几只鸡 原本是给我舅舅家的妹妹养的宠物 因为小孩喜欢 城市里又不太好养大鸡 所以才养了这种小鸡 没想到鸡还没给它 末世先来了 舅舅一家都在一线城市 那边危险 但是挺过最初 获救的概率也是更大的 毕竟一般救援 都是从一线大城市开始 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末世 离开爷爷家 我走的地下车库 五月的地面已经有些热了 但是车库却是十分凉爽 我想如果到了夏天 来地下避暑也是不错的 回到家 我再次翻看网上的信息 现在外边逃命的逃命 抢物资的抢物资 而我们小区已经全面封闭 除了电汗的声音 几乎听不到其他的动静 和我们说说这件事吗 我来到门卫视 面对的就是以老村长为首的 全部村官 是我同学和我说的 他在南大学一 说是出现了新的病毒 让我小心 后来另一个朋友那里封了小区 所以我才感觉不对劲的 我拿出手机 找出我事先准备好的微信对话 上面的时间 一个是28号晚上 一个是29号上午 我甚至还把和嫂子的对话 拿了出来 原本是想着万一真有事 别为难的孩子 正好有渠道 没想到真的是歪打正着了 我早就料想到了这一幕 所以不光制作了假的朋友对话 就回复 否则这件事只能是个令人庆幸 却又充满了疑虑的巧合 真是多亏你了孩子 要不是这次你早提醒 咱们村就要完了 老村长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不知道他们信不信 但是我为村子做的贡献 是有目共睹的 再加上整个村都沾亲戴故的 最后我不仅得到了表扬 还进入了村官骨干群 成了群里的第21人 就在开会的这一会 他们的手机几乎是不间断地来电 回答也都是那几句 对对对 看到了 我们封村了 都按老村长的意思 没有透露出丝毫的 知情信息与物资 爸 咱们小区外边的路灯 到晚上是不是还亮啊 我的突然开口让众人一顿 随即也想到了 丧尸万一真的有趋光性 那路灯的亮光无疑是火把子 于是趁着现在还安全 村民小队再次出发 撤线 拆太阳板和灯泡 更有一队人继续去拉 之前拆迁堆那里 还没有处理的石块 有人走远了 做好警戒 就这样所有人都又忙碌了起来 下午两点 丧尸来了 快回去 随着一声声警戒声 所有人都退回了小区 大门缓缓地关上 并彻底锁死 大爆发是早上八点左右开始的 下午两点 便蔓延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 六个小时 全面沦陷了 爬到沿街楼里 通过窗户 看到外边游荡的几只丧尸 他们因失去目标 在小区外边游荡着 皮肤是灰白的 眼睛却泛着一种金属的光泽 像是甲壳虫的壳子的颜色 他们血管突于表皮之上 只是随便吼了两声 别怕 他进不来 村书记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村长也安慰我 让我放宽心 就在这时 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了几只羊 所有的丧尸都向羊扑了过去 羊瞬间被围了起来 你们看 这速度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正常人追羊都不一定能追上 但是丧尸却是一下子就将羊扑倒了 四咬间 羊渐渐没个声息 不光是速度 他们的咬合力也很惊人 正常人也没有咬过活羊啊 但是就算没咬过 也知道羊皮羊毛是怎样的任性 还不知道这些东西 究竟是靠什么特性追踪活物的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从现在开始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如果有事 就走地下停车场 单元们就留中间楼那几个 其他全部封了吧 村书记的提议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于是半个小时候 所有人都来到了地下车库开会 这里也成了我们 以后活动的最主要的场所 事情就这样有条不紊的吩咐了下去 趁着有电 我们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的 做外围的加固 现在是零星几个丧失 万一以后多了呢 外墙越高越结实 我们的存活率才能越高 这项工作不分昼夜 所有人都是两班岛 因为我们都知道 电力这种东西 随时都可能会停 除了我们这些人 像是老人小孩 凡是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 也都行动起来了 他们将所有能种植的地方 都开垦了出来 连楼顶都铺上沙土 以防真的到了最后 山穷水尽 那就晚了 就这样在忙碌到第四天的时候 电停了 我们用家里热水汽的水 各自洗了的澡 躺在床上 看着黑油油的屋子 之前还可以开展小夜灯 现在却是什么都不亮了 电停了 手机信号也差了好多 在这寂静的夜晚里 偶尔能听到 几声孩子的哭叫声 但也是很快被压下去了 能听的也只有偶尔 几声丧失的嘶吼 不知道是怎么睡着的 醒来后 已经是天大亮了 按照之前的安排 停电后 我们各自将热水器 当初附带的太阳能板拆下来 统一送到楼下 由电工改造后统一处电 作为村里救急用电 村里原本是有发电机的 但是声音有点大 再开了一下后就关停了 没想到办法降噪前 是不会再开了 早上老妈煮的粥 又烙了几个大饼 因为最近干的都是体力活 所以饭是一定要吃饱的 老爸一早就下去继续做工了 好像是想趁着现在丧失少 先修个焊册 地址选好了 就原来收拾出来 准备扩建小区的那片地 因为之前那块地就是圈起来的 在加固围墙的时候 那边的墙也加固了 所以那边现在相当于 小区的一个后花园 虽然地方不是太大 但是确实很有用 由于电没了 机器的声音又太大 所以无论是修焊册 还是小区的改造 现在都成了纯手动 铁锹刨土 扁单运水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 就在所有人干得起劲的时候 在第七天 水停了 由于焊册还没修完 水没了 工作根本进行不下去 这是之前的太阳能 储电派上了用场 老爸更是将家里的 两个储电池都贡献了出去 随着电机的响起 源源不断的地下水 从水管里流出 石板上是挖出来的土 土上种了蔬菜 既能做到遮挡 又能补充一部分的食物短缺 一举多的 由于断电 所有人出入只能走楼梯 这在锻炼了身体的同时 也让很多腿脚不变的老人 遇到了麻烦 最后只能将腿脚不好的老人 牵制楼下 为了安全 所有人对三楼以下 都做了再次的加固 以免发生意外 日子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过去了 直到第25天的时候 我们再次在村外发现了外人 这次不光是丧尸 还有活人 这天原本和平时没有两样 吃过饭的我们按照排好的班次巡逻 为了避免过度劳累而生病 最终挑选出200人 分为个四对交替巡逻 每对巡逻六个小时 一周换一次班 剩下的人作为替补 随时更换 原本以为 今天也是和往常一样 但是在快到中午换班的时候 却从远处来了几辆车 这几辆车 不像是有目的性的来这里 但是不幸的是 他们的方向 却是直直地向我们冲了过来 做好准备 由于现在缺水断电 我们交流的工具也有手机 变成了对讲机 通过对讲机 不一会 全村的战斗力都聚集到一起 我也加入了其中 通过望远镜看到 他们是从县城方向过来的 一行人六辆车 后边跟着的是一群奔跑的丧尸 他们可能看到了 我们进村的路风了 但是没有停车 反而从之前的拆迁废墟那里绕了过来 砰砰砰 放我们进去 救命啊 有丧尸 行先好 我们不是坏人 快开门 砰砰砰 他们将大门拍得砰砰作响 奶奶的 快开门 死了吗 看我们没有人出声 门外的人开始咒骂 甚至想要开车撞门 砰 一声巨大的撞门声 这声音仿佛一个信号 将原本游离的丧尸 都吸引了过来 你们疯了吗 不知道这东西 对声音有多敏感吗 终于一个大爷气得拉开窗帘 对他们破口大骂 你们有人再还不快开门 快呀 那些东西就要过来了 车上的人看到我们激动不已 连忙向我们求救 你们快走吧 我们大门是疯死了 开不开的 趁着那些东西还没来 你们跑还来得及 老村长出口了 让他们赶紧离开 但是他们却依旧不依不饶 看最后我们不开门 竟在走前留下了一个小音箱 最后慢慢咧咧地开车离去 无耻 丧尽天良 身边是气得要升天的村民 不远处是跟车来的丧尸大军 因为音响的原因 很多丧尸都聚集到了小区的大门外 并且堆到了一起 看着门外叠到一起的丧尸 所有人都是心里发麻 我们不知道音响啥时候会停止 也不清楚刚才的撞击 大门会是什么情况 下楼 先把大门顶住 不能让这些东西进来 来到楼下 大门因为撞击有点变形 但是依旧坚固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将更多的支撑物顶到了门上 但是也因为人群的聚集 门外的丧尸更疯狂了 必须得把这些东西给分散开 就在这时 突然一架无人机从楼顶飞来 无人机上还穿着一串鞭炮 随着无人机飞向远处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将丧尸吸引过去 就在这时门外的音响也停了 这场危急也算是解决了 但我们都知道 这才是危急的来临 末世才刚刚一个月 人就已经如此的疯狂了 再过段时间还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 这次是几个人 下次万一是几十人 几百人 又当如何是好呢 再次加固了大门与围墙 到了晚上 我们所有人再次聚集到地下二层 光辉防御是不行的 我们得学会武力自保 没有自保能力 只会被外人欺负 还是老村长开口 他当年也当过兵 所以对如何训练 也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最后的决定就是 除了每天必须的劳作与巡逻 其余人等都要加入训练 训练基地就是地下车库 由于我们的车库真的很大 在将车子开出去一部分后 剩下的地方 就成了我们平时的训练基地和会议大厅 我贡献出来 几盏充电式节能灯 为昏暗的车库照亮了一片地 车库门虽然封上了 但是内门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通风换气啥的都没有问题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由于之前的几人冲破了部分路障 最近来到我们村子的丧尸也多了起来 由于我们多是在地下活动 所以我们小区对于丧尸的吸引力不大 也就是围着小区转转 有时还会吼两嗓子 丧尸爆发的第40天 很多人家里的水都用完了 因为人不能缺水 所以决定重新开始抽取地下水 我们小区当初为了浇花 特意新打了四口井 平时大家用的都是自来水 所以井打的并不深 因为漠视了 说几句实话 谁都不确定地下水有没有污染 所以当我拿出净水片的时候 别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我之前买的时候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这东西不多 大家省个点用 我将两箱净水片和一把试纸 直接交到了老村长手里 剩下的事就不归我管了 姐 你会不会太高调了 妹妹和秒不解地戳了戳我 无所谓了 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会再搬两箱净水片 给村长他们送过去 这次悄悄送就行 妹妹不理解 但还是照办了 到了下午开会的时候 村干部就对于这件事 高度地表扬了我的无私奉献 并搬出了剩下几箱净水片 表示村里也是有准备的 呼吁大家大灾大难前共同进退 之后的事情我便没有参与 我想做的是已经做了 我知道人都有私心 每家肯定都会有别人不知道的底牌 别人的秘密我没有探寻的爱好 只要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在遇到危机时 大家不要各自为营就好 为了减少噪音的传播 我们在抽水的电机上加了一层隔音 由于电力实在不足 每隔几天才能统一抽一次水 这些水会先加入净水片过滤 再经过烧开消毒才能饮用 至于平时的日常用水 就不加净水片了 毕竟这东西也是稀缺资源 地下水用湿纸测过了 没什么问题 就是含减量有点高 平时洗漱胶地完全没问题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用水量的增加 电机抽水渐渐供不上用水了 毕竟菜地也是要浇的 每天往楼顶运水 也是个不小的工程 后来不知道是谁找出几个人力压水器 这才解决了用水问题 每天沦流压水浇地 总算将为数不多的绿苗苗救了下来 转眼间到了七月了 漠视已经两个月了 天气也越来越热 不知道怎么的 今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 气温也是格外高 现在白天 我们除了平时的劳作与吃饭 几乎所有人都躲到了地下 也就地下二层还凉快点了 妈 你今天怎么又下去呀 我睡醒走出房门 竟然看到老妈在家 不去了 那里黑 我要赶紧给你们几个做皮甲了 老妈手中呢 是我之前买的皮子 贵婚姥姥姥也过来了 姥姥的手艺比老妈好多了 画样子漂亮又实用 哎 我光想这东西结实 没想到她穿不动了 当初买的时候 根本没想过制衣的问题 我以为缝纫机就行 结果根本穿不动 还是后来姥姥找出她当年那鞋底的工具 才成功穿透皮子 这也使得皮甲的制作更加困难 还是快点做好才行 万一遇到啥事 穿着这个总是更放心一些 在最开始制作皮甲的时候 我就将皮子送给了村里一半 现在应该都在加班加点的制衣 这时候老年组的作用就彰显出来了 尤其是奶奶被的 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谁手上还没几个绝活啊 于是轰轰烈烈的制衣活动开始了 因为小区土地实在有限 即使将所有空地都种上 你才勉强解决蔬菜的问题 但是日子久了 上火还是避免不了的 看到家里人陆续开始牙龈出血 我再次翻找出我的囤货 维生素片安排上 茶叶也安排上 还有我之前囤的脱水蔬菜 也是时候开启一点了 七月中旬 炎热的天气开始变化无常 雨季来临了 第一场大雨来的是这么的粗不及防 天降大雨 雨时又急 我们楼顶的作物瞬间便被击倒了 所有人都急忙上楼就急 但还是晚了 由于之前泥土没有铺好 过急的雨水将泥土都冲下了楼顶 顺着排水道都流到了楼下 虽然经过紧急抢救挽回了部分 但是看着飘在泥水上的小青菜 还是只能拔了 这一天全村都吃上了青菜粥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 有了这次教训 我们更加合理地规划了楼顶的菜地 防水防扇都做了新的调整 整完后再次种上了小青菜 由于这次准备做得好 后面下雨也都没有出事 但是我们却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坏了 地下车库进水了 一大早 所有的对讲机都传来存主任的声音 车库进水了 由于连日来的大雨 路面积水 土地吸水也接近饱和 再加上我们小区排水做得不够完善 这就导致今早一看 车库已经被水淹了一半了 来到车库 看到没过脚面的积水 我家的储藏室是在富二 还好当初做了架子 所以东西都没有事 但是没做架子的人家 有些就损失惨重了 有的粮食进水了 有的衣物被水泡了 真的是天降横火 顾不得埋怨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排水 抽水机是柴油机 现在也顾不得什么声音大小了 先排水要紧 还好是在地下 声音传出去的不多 有人往外刮水 有人出去疏通下水道 还有人找到灌水口 将缺口堵死 经过一上午的努力 底下的水终于排干净了 这时候外边巡逻的人来说 由于这几天的大雨 土地变松 小菜园围栏 可能会有些松动 当初那块地围起来 是要盖房子的 所以外墙并不是那种 传统的地基石墙 而是钢管栏杆墙 虽然后期我们又做了加固 但是毕竟没有地基 牢固性总归是差一点 趁着下雨 丧尸不出来 咱们得趁机加固一下外墙 不然万一哪次墙真的塌了 就全都白废了 这次是村委发话 其他人也没有反对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们发现 太阳最烈的时候 丧尸是不愿意出来的 他们好像不喜欢大热天 连行动都迟缓了一些 还有就是下雨天 可能雨水屏蔽了 他对气味和声音的捕捉 在下雨的时候 他们只会漫无目的地游荡 甚至躲在某个地方 这时候街上是很难看到丧尸的 趁着雨还没停 村里大多数劳动力 都穿上了各自的防护 服从后门进入小菜园 并在发现没有丧尸后 悄悄地来到外面 开始加固围墙 围墙的高度是够了 为了防止水泡 必须开一条防水沟用来排水 还有泥土变软 需要将碎石子踩进泥里 使得吸软的泥地变得坚硬 外墙如此 内墙也是如此 只有两面都做到 这面墙才能变得更加结实 就在大家如火如荼地干着的时候 雨也渐渐停了 我们都知道雨停也代表着危险的到来 还好这是工作也做完了 不好 丧尸 快进去 望风的队员正全神贯注的望风 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废墟中 窜出几只丧尸 虽然因为地滑 减弱了他的速度 但丧尸闻到活人的味道 还是一股风的扑了上来 快快快 关门关门 坏了 有人摔倒了 拉进来了是不是被抓了 关键时刻门还是关上了 顶上各种杂物 听着丧尸在外边拍得强蓬蓬作响 所有人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 死 我腿好像受伤了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发出一声痛呼 是我爸 这一刻我的心都凉了 爸 你怎么了 我看看 看到老爸倒在地上 所有人都是下意识的后退 只有我是上前冲 没事 就是刚才救你叔 被丧尸拽到腿了 老爸揭开裤子 拿下皮护甲 腿上赫然是两道鱼子 还好没有破皮 只要不出血就不会感染 看到我爸的样子 被救的叔 突然抽了自己两巴掌 哭得像孩子 我们知道他不是故意滑倒的 但是也没有开口安慰 反倒是我爸这个伤员 过去安慰了他 为了以防万一 所有出去的人 都做了细致的检查 才允许进入小区 我爸更是在菜园 观察了三天才回来 领了雨又受了惊 即使吃药预防 回到家后 老爸还是病饱了 被救的叔过意不去 还带着鸡蛋来看了几次 老爸这次差点出意外 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 于是在晴天后 很多人不再去地下避暑 反而在家加班加点的制作皮甲 皮甲也不再是分体的 越来越往古代的盔甲靠近了 你这属于内伤了 需要好好养养 老妈一边给老爸熬腊肉粥 一边还在念叨 托老爸的福 他应怨不吃 也不想遭这罪 喝着碗里的粥 老爸为自己叫不平 你呀 就些几天吧 老妈说着 将锅里的粥又装了两份 一份给爷爷他们送去 一份给大伯家送去 嫂子还要给小侄女喂奶 偶尔还是需要吃点好的 不然自身很容易营养不良的 给嫂子的粥里 我妈特意多放了几块肉 嫂子吃完说 脱了我爸的福 我爸受伤 他倒是跟着吃好的 我让他别瞎想 他好了我们才能放心 毕竟孩子还小 他才是每天最累的那一个 从嫂子家回来 我又去爷爷家看了卢丁鸡 原本的十几只鸡 现在已经到了四十多只 这其中有二十只 已经预定出去了 是那两个有孕妇的家里人求的 毕竟之后 生孩子是个困难事 如果营养再跟不上 那就全完了 我看着笼子里吃食的鸡 他们都很健康 一旁桌子上 还有姥姥存的十几枚鸡蛋 打算看看再负几窝小鸡 这样鸡多了 可以给别人也养养 养鸡就不会缺鸡蛋了 姥姥规划着他的养鸡大叶 姥爷则是在一边拉他的小石磨 里面磨的是他从家里带的粮食 现在这些粮食一部分 就是这些小鸡的饲料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经过我们的细心培育 楼顶的青菜长势大好 于是我们终于迎来了 第一次的大丰收 看着发到自己手上的大把青菜 总感觉生活又燃起了希望 因为楼顶土层薄 只能养一些浅土作物 好在这类青菜长得也快 所以勉强供上了全村的需要 除此之外 我们真正的菜园 还是小区后院和原本的小区绿化地 但是这里生产出的菜 我们不能随意吃 因为这是为过冬准备的 流火的七月过去了 八月的天比至七月却更加炎热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收获 之后生菜 菠菜 小白菜等短期蔬菜循环交替 算是彻底解决了蔬菜的问题 除了这些短期作物 地面上种的就杂多了 有多产的土豆地瓜 有耐放的萝卜白菜 还有可以晒成干的冬瓜钢豆 就连围墙上都盘上了一层丝瓜的央苗 力求最大的面积种植 因为现在的小区仿佛一个孤岛 一旦物资缺乏 我们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八月的雨水比至七月更多 这让我们交地的工作量减少了很多 自从丧失爆发 我们封小区后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 终于在八月的一个下雨天 我们小区的大门再次打开 这次是三辆改装的货车 外加一辆改装高盘箱车一同出去的 是的 我们要出去搜集物资了 经过一系列的改装 三辆能用拖拉机的噪音减到了最小 驾驶室的外边也加上了一层铁网 车头也焊上了一长排钢刺 车斗更是做了加高 香车也做了同样的改造 力宝即使有丧失扑过来也能缅过去 由于缺电少铁 历经三个月才改装出这四辆车 香车可以塞下十个人 拖拉机是三个驾驶员 于是最终这十三人带着全村的期望出发了 他们的任务就是去镇上的煤气站搜寻燃料 镇上的煤气站距离我们有点远 因为毕竟是易燃物 所以地方有点偏 但是这趟外出却是必须的 因为越晚出去能寻找的物资越少 万一在这期间燃气断了 那我们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经过三个月的观察 我们对于丧失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再加上准备充分 哪怕找不到物资 也可以坐到全身而退 搜寻小队出发了 我们留守的人心中都在祈祷他们平安 雨越下越大了 渐渐的天地仿佛都连成了一片 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还没回来 渐渐的所有人都开始不安 外出的家人也开始咒骂哭泣 又过去一个小时 雨开始变小了 所有人都在祈祷雨千万别停 停雨代表着危险加倍 下着雨 人才能安全 终于 来了来了 快 准备开门 楼上望风的人突然大叫开门 随着门缓缓打开 回来了 四辆车一个不少都回来了 关上门 首先不是泄货 回来的小队先去做全身检查 然后喝热水 在家提前做好准备的人 拿着拖把水桶给车做清理 务必将所有的脏污全部洗净 然后进行酒精杀菌 最后再开入车库进行卸车 看着满满灯灯的三车液化气罐 粗略计算有150多个 这次真的是收获不小啊 一共164个 你们真行 村支书数了数罐子 164个呢 比我算的还多 不止 我们其实还弄回来一车大货 就停村口了 实在是村口那里不好近 才扔那里的 对对对 一会雨下大了 不一会雨又变大了 他们几个再次出去弄大货 果然挺大 这是将人家运输液化气罐的大车 给开回来了呀 也是我们走运 去的时候正好有辆运输车 还是基本上全满的 应该当时他们正在装车 就发生丧失 我们看了一下车上没啥丧失 就给装满开回来了 要不是装车费了点时间早回来了 看着他们红光满面的 吹嘘着自己的英雄事迹 我笑了 然后他们就被各自的家人给揍了 这就是爱的教育吧 卸完货 我们进行了一个总的清点 所有器官一共584个 除去外出小队 一人分的一个做奖励 还剩571个 剩下的按人头分 每两人分一个 剩下的算公共资产 由村里统一保管 就这样我加分到了两罐煤气 加上之前储存的就是四罐 省得点用够了 再说现在天然气还没停呢 这次外出的成功 不光解决了燃料问题 也自生了村里人外出的心 人们已经不满足于 在小区里自保了 他们很多人觉得 丧失也没有这么可怕 你看这不就很安全吗 渐渐的村里出现了第二个声音 他们开始不听老村长的管辖 开始拉帮结派 最终矛盾还是爆发了 那是一个下雨的晚上 原本平静的夜晚 突然被一阵枝压的开门声打破 有人开车出去了 姐 你说他们还能平安回来吗 妹妹担心的看着楼下 不知道 就算他们平安回来 村里也不会再平静了 人的欲望一旦滋生 就再也控制不住了 就像是赌徒心理 赢了还想再赢 输了就想翻盘 但是这是末世 只要输一次 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我一直没睡 到了后半夜 他们回来了 我看到老村长带人 将他们训斥了一顿 我看到他们争吵后 依旧进入了自己的家 我看到他们带回的物资 最终留在了车里 我知道老村长妥协了 自从那一晚后 村里人开始频繁地外出 刚开始是下雨天 后来便不拘于雨天了 为了安全 我向村长提议 先杀一下村子里游荡的丧尸 就当是练手了 提议被通过了 这一天 我们穿着全方位的武装甲 打开了小区的大门 那是我两辈子 第一次正面对上丧尸 说实话很害怕 但是我不能退缩 这不光是锻炼自己的勇气 也是向别人展现 自己肌肉的时候 妹妹不太明白 我希望她永远不要明白 我用的是一根两米长的钢管 拖把感的粗细 中空 但是很厚 说实话 很沉 我腰间还别了一把小斧头 很锋利 我磨了一天 说实话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和丧尸 打到一起的了 只记得那天胳膊很酸 腿也很酸 就连我的小斧头都卷刃了 事后妹妹说 卷刃是因为我批丧尸头时 用力过猛 都批出火星子了 杀丧尸回来 我睡了两天才醒过来 醒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姐 你不知道你当时有多猛 就你一个女的 就你杀的最多 他们好几个人砍一个 你一个人就砍了仨 妹妹提起我的战绩 简直崇拜到不行 我却只觉得疲惫 当我再次走出家门的时候 他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我知道我立威成功了 从今天起 无论之后谁掌权 动我家里钱都得掂量掂量 毕竟我比他们更不怕死 之后外出搜物资的事 我便没有多做参与 最后他们开会完 颁布了新的条例 外出搜的物资搜寻对的一半 剩下的全村平分 想要过得好就要付出劳动 不想有危险 就别羡慕别人过得好 我对这些没意见 就坚持一条 凡是出去回来的人 一律去小菜园隔离三天 三天没问题后才能回小区 这个提议得到了全票通过 于是乎 我们便在小菜园 搭建了几个临时隔离棚 以免隔离的时候被风吹雨淋 就这样 我们由封闭开始了主动出击 首先人员密集的地方不能去 我们先从村落开始搜集 我们一家商量的结果 是我和我爸做平时的跟队 因为这样可以互相照顾 我妈和妹妹两个体能差点的 就不要出去了 我们家一般只有在下大雨的时候 才会跟队出去 晴天是不会出去的 所以很多人笑我们胆小 我笑他们找死 他们没有吃过亏 太过幸运 让他们失去了对丧尸的正确认知 我有心提醒 却没有任何人当回事 每当看到他们那洋洋得意的样子 我都有种山雨欲来的恐慌 我们是幸运的 也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从八月到十月这两个月之间 我们一共出去了四十次 次子都是平安归来 不幸的是 这些成功已经让他们忘记了丧尸的厉害 开始变得散漫起来 更有甚者如果不是出一次任务 需要隔离三天 恨不得天天不回来 这两个月 我一共出去了六次 其中三次是雨天出去的 白天出去的那三次 还仅仅是去地里运输农作物 万千良田无人耕 在这些无主的地上 我们实现了采摘自由 所有能采摘的瓜果蔬菜 我们来者不拒 那几天 全小区都是晒菜的人 我甚至还在一次任务中 发现了一片瓜田 终于在末世五个月后 我们再次吃到了多汁的西瓜 由于我每次都是和我爸一起 虽然只有六次 但是东西却分了不少 农作物我们留了不少 可以干晒的蔬菜 豆子 物资类分了些蜡烛 汽油还有些保健药品 甚至在一次搜寻中 还分了半把带坚果 在搜寻物资中 我们也遇到过别的幸存者 但是大家都是各干个的 倒也没出啥事 就在我以为 上天还是偏向于我们的时候 出事了 所以这是什么情况 搜寻中遇到真爱 默示的恋歌 看到这情况 我真的是忍不住说出来口 何清 我可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说话呢 老叔护着怀里的少女 对我更是没点好气 我真是开了眼了 这叫啥 保暖丝 真爱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 他真爱没从身边找 外采了一个 您老可真是爱了 真了 感情我审和您之前二十多年 那可真叫委屈您了 年过四十真爱来了 你生他未生 他生你一搜 你们这爱可真够胃啊 我怀疑我家的嘴 都掌握我俩身上了 行我妹占多数 不然咋这么会阴阳人呢 何长志 管管你俩闺女 我觉得我闺女没错啊 你自己不要个脸 还不让别人说啊 啊 原来是一传我爸 那没事了 虽然有了我们的捣乱 但是这个女的还是留了下来 看着这个比我还小两岁的小婶子 我深觉是个祸害 但也没办法 我又不能怎么着她 最终她还是加入了人家的大家庭 嗯 不是破坏 是加入 简直离了大谱 经过这个插曲 生活又恢复了常态 村长也严厉说明 不许再往回带真爱 谁再带就和人一起走 时间慢慢的又过去了一点 随着一场秋雨的到来 天气开始变冷了 父亲村落 我们已经搜寻的差不多了 于是他们决定往城镇开始蔓延 我没去 我家现在不缺物资 也就没必要出去冒险 大伯家也是 孩子还小 出去几次后 就也选择了安全的方式 毕竟堵不起 呦 这不小青吗 又不出去呀 胆子呢 是真爱那一对呀 也许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他们的感情 最近这俩倒是出去的挺勤 嗯 怕死 毕竟我真爱还没找到呢 你不也找了四十年才找到吗 哎 走前还找我骂一顿 见不见啊 你 你就长个嘴了 老叔脸色铁青 我顺势耍了一套棍法 告诉他我还长手了 看不惯我 忍着 今天又是和善 离一天啊 看到搜寻队远去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感到心惊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终于我的感觉灵念了 下午三点 巡逻队发现了搜寻队的车 原本出去的五辆车 就回来了一辆 这辆都不太对 不要开门 别开门 情况不对 楼上站岗的村民发现不对 不是我们的车 做好准备 丧尸来了 随着走近 这辆来车 不光不是我们出去的车 后边更是跟着大批的丧尸 粗略计算的有二三百之多 这也是我们遇到最多的丧尸了 开门 开门 放我们进去 是小真爱 啊不 是小婶子 你们赶紧往村外跑 丧尸太多 没法开门 老村长指挥他们赶紧跑 但是他们像是听不见一般 还是敲门 最终在丧尸围上来后 狠狠的 撞了一下大门 才向村外逃去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丧尸失去目标后 便将小区围了起来 如此外边的人进不来 里边的人也出不去了 看到这一幕 老村长先是带人 将所有的围栏检查一遍 没有问题 再把整个小区检查了一遍 也没有问题 于是才算放一半心 但现在更大的问题 是出去的人怎么样了 这次一共出去了二十人 最后只回来一个小婶子 其他人哪去了 还活着吗 这可是二十个青壮丽雅 是十多个家庭的顶梁柱啊 这一刻所有人都不知所措 之前太过顺利 让所有人都没想过失败的后果 或者说 所有人都故意避开这个想法 自大的代价 就是这次出去 全军覆没 村长爷爷 你不觉得今天真是太过巧合了吗 我们第一次去县城 就全军覆没 回来一个还是小婶子 甚至车都不是我们的车 还有那六丧尸的手法 不觉得眼熟吗 你是说 我们这是被盯上了 老村长反应不慢 一下子就抓到了重点 有可能啊 毕竟这段时间 我们真的是太高调了 高调到恨不得告诉所有人 我是小肥羊 那就坏了 人可比丧尸可怕得多 老村长来不及生气 敌人都算计到头上来了 再不抓紧时间准备 就真成了为他人做嫁衣了 于是来不及伤心 所有人再次行动起来 这次不仅仅是丧尸的威胁 还有来自我们同胞的威胁 一步走错 满盘皆输 首先我们加强了巡逻 24小时不间断 不给敌人可乘之机 其次将所有能收的作物收了 以免造成浪费 将所有的通道都进行加固 地下车库的门也封死了 除了预留的通道门 其他全部从内部封死 小区的水井也封了 所有能够藏人的地方 都封的封 平的平 做到了真正的不留死角 我们甚至还制作了土枪 说白了就是加强板弹弓 但是里边加了火药和钢珠 感谢当年我爸那边人的调皮捣蛋 不然让我来 那就完蛋了 我们甚至还自制了汽油弹 汽油燃烧瓶 这是最坏的打算了 就这样过了几天 一直没动静 直到天上下起了小雨 然后雨越来越大 我们都知道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这场秋雨下的很大 从中午就下 到晚上反而更大了 小区里都有了积水 就在我们等得快不耐烦的时候 来了 各自做好准备 他们到村口了 对讲机里传来巡逻队的声音 我心里暗数 三二一 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里疯了 不让进 开始了 秋季的雨带着夏季雨 不曾有的一丝阴冷 在这个下着秋雨的夜晚 一群不速之客 来到了我们的村口 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 这次光车就二十多辆 这还仅仅是大门口 小区周边也渐渐停上了车 通过对讲机得知 每一面墙至少有五辆车 就算一车五个人 那么这次至少也是175人 可真是个大手笔了 你们来这有事 老村长率先出口 我知道你们有物资 十项点就开门 不然我可不保证你们能活几个 来人老大从车里下来 大晚上的一身黑衣 也是很装逼了 是车里女娃娃说的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想抢地盘 还说的跟个人似的 哼 不理会村长的嘲讽 来人直接对着大门一枪 是的他有枪 他竟然有枪 我真是信了血了 这辈子第一次见真枪 竟然是在这种情况 他哪来的枪啊 我不是禁这玩意吗 看到对方有枪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惊 冷兵器对着武器 根本就是两个层次 看来今晚上这一仗不好打呀 看我们不开门 他们其他地方的人 开始强行爬墙 先是用钩子勾上围墙 然后快速爬墙上来 这些我们都有准备 在他们跳下墙的那一刻 我们上去就是一棍子 能打死最好 打不死也断他手脚 原本我们计划的挺好 可偏偏他们有枪 强攻开始了 我们的人埋伏在围墙底部 偷袭他们 正门最难 大门处的锁链被枪打开了 他们用车开路 硬是冲进了小区 丧尸也被吸引过来 没办法 只能派几个人先去堵上大门 他们进入小区后 便是硬碰硬地厮杀了 双方都是拼上了命 这时唯一庆幸的是 他们枪不多 可能是为了节约子弹 最终双方还是展开了肉搏 战争是残酷的 尤其是将铁棍 会向了同为人类的对方 战争同样是迅速的 没有想象中的僵持很久 满打满算 也就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最先打到一起的是 围墙那边的攻防 由于我们比较占优势 那边几乎全坚 门口这边 最开始的几枪 确实打乱了我们的节奏 但是转机是从天而降的汽油弹 正好一个装满汽油的袋子 砸到了对方首领的身上 我趁机一棍挥了过去 那是我第一次对人类下死守 首领虽然避开了我的攻击 但却被其他人给点燃了 汽油在雨中燃烧得更猛烈了 转眼间就成了一个火人 没人赶上前救他 我趁着他失去攻击力 再次一棍打断了他的腿 可能是首领的惨死 震慑到了这群人 他们开始溃败 村长趁机打开了大门 丧尸进来了 我们提前进了大楼 封上了门 然后找出射灯 让他们无处顿逃 四处响起的鞭炮声 敲打声给丧尸指引了方向 四处闪现的灯光 也成了他们的催命符 他们不是不想逃 但是车胎已经扎了 他们根本跑不了 渐渐的雨停了 浓浓的血腥味 让丧尸更加疯狂 最终他们还是 死在了他们自己 引来的丧尸口中 天亮了 小区已经没有了活人 无数的丧尸在小区里游荡 我们都躲在楼里 不敢随意走动 整个小区仿佛一座空城 我们不确定 他们还有没有后手 不确定有几方势力盯上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等 等下一波人的到来 这场大战 我们其实也损伤惨重 我们的人死了7个 重伤了36个 轻伤更是无数 最倒霉的是被枪击中的 连抢救都来不及抢救 我的胳膊肿了 不知道是不是断了 身上也是青青紫紫 头发也被火烧了一块 整个人狼狈不堪 老爸还好点 就是有点闪到腰了 皮甲被削去一块 还好里边还有一层铁丝网甲 不然就危险了 老妈老妹照顾我们这俩伤员 哭得眼睛都红了 但是我们家还算是幸运的 至少人还活着 活着就逼死了强 又过了两天 小区门口出现了几辆陌生的车辆 还没靠近就被丧尸发现了 然后被追着逃离了小区 又过了几天 村里没有再来人了 于是乎我们决定重新夺回小区 首先是用无人机制造噪音 将大多数丧尸引出去 然后是关上门 清理小区内部的丧尸 等所有丧尸清理完 便将所有的丧尸 和入侵者的尸体 浇上汽油一起焚烧了 小区进行大清扫 然后消毒 最后加固围栏 重新栽种 当然这些都和我没啥关系 我现在还是重伤患者呢 村里重伤的36人 最终有5人没有熬过去 村里将死亡的12人 集体火烧后埋了 剩下的人该养伤养伤 其他轻伤的人 则重新分组继续干活 我应该算是重伤了 左臂骨裂 腿上也肿了两道 身上也是瘀青 虽然没见血 但都是需要静养的伤 老爸扭到了腰 养了几天后 便继续参与劳动去了 妈妈妹妹也加入了 种植的队伍 一时间全家只有我闲了下来 自从养伤开始 姥姥就给我炖鸡汤 一天一只卢丁鸡 吃了5天后 我终于吃不下去了 再吃下去 连下蛋的鸡都没了 再后来 我便开始接受 来自于各个亲戚的头位 以嫂子的话说 你一个小姑娘 这么拼命做什么 再有 这是让你搁上 眼看都成火人了 人家往后跑 就你往上冲 看 烧脱了吧 我就笑笑不说话 我往上冲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为了枪 他那把枪 目前可就在我的抽屉里 借着火势 我抢了他的枪 还拽出了他兜里的子弹 这个伤患的值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等我的胳膊彻底好了的时候 已经是快过年了 自从上次 差点被人抢走小区 村里的人便没有再出去过 好在物资充足 也不需要再出去冒险 入冬以后 空气中腐蚀的味道 小了很多 但是丧尸的能力 也强了很多 丧尸不怕冻 冬季又没有雨 现在小区外的丧尸 经常嗷嗷乱叫 我们都要习惯了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 屋子外面每天都是零下 屋里由于没有地暖 最高温度也才三四度 现在水仅是一周抽一次 因为冬天不需要浇地了 用水也少了 最重要是冬季阳光弱 太阳能转换的电也不太足了 终于 在临近过年的前三天 燃气终于还是断了 没有了燃气 所有人家的煤气都要省着用了 因为末世什么时候结束 谁都不知道 过年倒计时的第二天 村里有两个老人 没有撑住去世了 冬季本来就是病痛的高发期 年纪大了 再加上营养不良 挺不过去也是正常 除夕到了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原本我们应该放鞭炮看春晚的 但是现在都静悄悄的 这顿年夜饭 我们是在爷爷家和大伯一家一起吃的 我家四口 爷爷老爷 姥姥三口 大伯 大伯母两人 还有哥哥嫂子家俩小侄女 总得下来竟有13人 最后我们还是准备吃火锅 团圆的日子里 好吃又暖和 虽然漠视了 但是我们物资充足 两个小卡司炉 分别是两种锅底 菜和肉虽然都是干的 但也提前泡发过了 俩小孩一人一只鸡 一碗鸡蛋羹 吃得笑眯了眼 大人更是先涮菜 后边一人爆块饼 吃得很是热火朝天 这是长这么大 我吃过最搭配诡异 也是最幸福的火锅 到了晚上 今天难得奢侈地开了电路子 我和妹妹一人抱一个手机 看一夜的电影 早上第一缕阳光照射下来 新的一年来临了 今天是大年初一 昨夜下雪了 今天早上拉开窗帘 大地一片白茫茫 真干净啊 由于昨天熬了一夜 看完雪我和妹妹倒头就睡 直到下午醒来 就听说了一件事 今天上午我们村里一个孕妇生了 母子平安 生产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妇人 几乎全部到场 村里烧水的烧水 地盆的地盆 好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由于是末世后 村里天的第一个孩子 她的出生成了村里的头等大师 我们送点啥呢 要不就送一提矿泉水吧 正好孩子小 泡奶粉需要干净的水 我提议送水 老妈也同意了 最后是我提了一提水 老妈拿了二十个炉丁鸡蛋 虽然东西不多 但都是末世不可多得的东西 我们去的时候不算早了 她家里已经来了许多村民 为了别吓到孩子 我们只是在楼道里 站了一下就走了 我看了别人的鹤里 都是吃的 也对 末世吃的就是最贵重的物资了 送完礼 我又开始了我 无所事事的生活 冬天不用劳作 也不用出去打丧尸 又没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 日子真的是枯燥无味 但是很快我就不会无聊了 因为天气突然变冷了 最先发现天气不对劲的 还是婴儿甲 因为要洗尿布 所以她家用水很多 就在一次早上打水的时候 手压紧竟然冻上了 按理来说地下水是常温的 不应该上冻才对啊 但是就是冻上了 他们用了很多办法都划不开 实在没办法 只能求助村里 经过大火的努力 井水终于抽了上来 但是天空却突然开始飘雪花 然后起风了 所有人赶紧储备水 从今天开始 不要往下水管倒水 所有污水全部来楼下倒 村里开了紧急会议 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电机抽出地下水 通过水管流入地下室的净化桶里 净化后的水个加个户 自己想办法储存 能多弄多弄 就这样我们忙碌了一天 在第二天的早上 我发现我们楼上的水桶结冰了 找到温度计 室内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三度 室外更是零下十几度 为什么这么冷 气温变低 不光是地下水抽上来了 原本将我们与县城隔开的河 也全部冻结石了 现在河变成了一条光洁的大路 县城里无数的丧尸大军 通过这条路 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这下真的是丧尸围城了 自从丧尸一下子增多以后 村里的人 便不敢再到小区乱转了 丧尸已经形成了湿巢 这已经不是我们这种小村子 可以抵御的了 还好现在气温冷 再加上我们都关得严严实实的 没有太多的气味散出 若是夏天 我们现在恐怕已经被丧尸大军 一味平地了 极寒的天气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这一个月内 我们都活得小心翼翼 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另一个孕妇也生了 生产那天 小区外边的丧尸格外亢奋 我们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还好这些孩子听话 生产比较顺利 不然全都要完蛋了 我们不知道其他的地方 还有没有幸存者 也没再见过其他地方的车 就在丧尸越聚越多的时候 天气开始变暖了 算算日子 也到三月了 天气一天天变热 但是丧尸并没有减少 这可不是好消息 就在我们为这件事 着急上火的时候 丧尸动了 准确是说 失朝难移了 我们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失朝难移 但是看到失朝的威力 我们还是为自己捏了把汗 失朝过境 一切荡平 随着大部队的难移 村里的丧尸又变成了几百个 是的 几百个丧尸 在我们眼里 简直就是小可爱了 总算是不用担心 哪一天丧尸突然攻进来了 天气变暖 井水也能正常抽出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水不太对 颜色竟带着一丝黄色 难道是污染了 新抽出的水 我们先是经过 一道自制的泥沙过滤 再经过一道活性碳 最后再是净水片 经过重重过滤 颜色味道终于又恢复了正常 但是这也使得 干净的水更加难得 净水片更是消耗的飞快 照这样下去 别说坚持几年 恐怕连这一年都坚持不下去了 最终 为了解决村里的危急 我们决定再次前往县城搜寻物资 我们第一次去县城 是全军覆没了 所有人对此都是一个阴影 但是不去不行啊 没有干净的水 人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 咱家必须得参加 虽然咱们东西多 但是不去很有可能被人盯上 切记才不外露 老妈不想让我们出去 但是老爸却说必须出去 不然容易成为活靶子 于是乎 老妈连夜为我们赶制盔甲 这次的防护甲 在皮甲的基础上 全部增加了铁网 就连脖子都加上了防咬套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和老爸再次出发了 这次村里一共派出了三队人马 分别去商场 器材城和工厂 寻找合适的净水设备 我去的是器材城这一队 我们这一队共30人 一共开出了5辆车 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 我们一路走得很顺利 前往器材城的路上丧尸不多 开车直接就冲了过去 进入器材城后 城里空荡荡的 很不对劲 爸 我感觉不太对呀 按理说这里做一个市场 人流量不会这么少啊 怎么一个丧尸都没有 是不太对 老爸也觉得不对 市出反常必有妖 于是乎 我们原本打算下车搜寻的 也不下车了 围着器材城转了两圈 终于在角落发现了 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是一家卖工业软水机的 通过玻璃门 可以看到货架上 是一排排的过滤器 正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查看了一下没有危险 然后抡起钢管 对着玻璃猛敲 哗啦 随着一声哗啦声 玻璃碎成了一地小颗粒 这动静也吸引了几只丧尸过来 不过还好 不多 我们抽了几个人过去解决丧尸 剩下的人赶紧往车上搬器材 我们今天开了一辆改装小货车 正好派上用场 就在我们装的起劲 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声 我抬头就看到一个熟悉的叔叔 被丧尸撕成两半 这是什么怪物 这还是丧尸吗 只见这个丧尸比一般的丧尸高好几倍 身上长满了手脚 一转头 竟然四个脑袋 就像是好几个丧尸被缝在了一起 整体恶心又诡异 坏了 这是进化了 顾不得拿东西 我们那赶紧往车上跑 但是来不及了 这个丧尸的速度太快了 力气也大 普通的攻击对他根本不奏效 眼看跑不过 我转身对着他就是一棍 这一棍用了我全部的力气 竟然只是让他晃了一下 接着他捉住了我的钢管 将我甩飞来出去 碰 好疼啊 疼得眼前一黑 小青 爬起来 耳边是老爸急吼吼的声音 不行 不能死 我晃晃脑袋爬起来 抓起我的钢管又抽了上去 这一下我的钢管直接飞了 虽然武器没了 至少老爸的命保住了 可能是我惹怒了他 他开始朝我追来 我赶紧往里边跑 边跑边让他们赶紧上车 随着车子轰隆隆的发动了 我看到丧尸有一瞬间的迟疑 就是现在 我将从车上拿着汽油桶开盖 扬到他身上 接着点燃了打火机 去死吧 我扔了打火机 转身就跑 身后是丧尸的嘶吼 前面是老爸伸出的手 抓住手我接力上车 终于在丧尸包围前 我们成功地逃了出去 冲出汽材城 我们一行人来到大陆上 可能是我们车上带了血腥气 回去的路比来时的路要难走得多 无数的丧尸 不知道从哪里涌来 渐渐将我们包围 这个时候根本不能下车 只能硬冲出去 我坐的是拉着净水器的货车 货车底盘高 皮壳也比较厚 所以相对压力也小点 开车的是村里一个同族的树 整个车加上我和老爸 一共是三个人 我是伤员 但是是内伤 所以流血不多 所以对丧尸的吸引力也没那么大 拖出重围后 我们几辆车是分开跑的 尽量多转转 不要带太多丧尸回去 村子里丧尸已经够多的了 由于或车声音大 所以我们为了躲丧尸 只能走偏僻的农村小道 好在运气不错 天黑前也回来了 一进入小区 我们就被送到小菜园隔离 为了安全 我们现在隔离都是绑起来的 这样哪怕变异了 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回到小区我就彻底坚持不住了 疼啊 最后商量将我单独关押 老爸就守在门口 不让任何人靠近 我知道我没有被抓伤 发烧应该是我骨头裂的导致的 但是他们不相信啊 最终还是妹妹扔进来抗生素 我吃了药材好点了 终于三天过去了 我没有识变 我被从隔离屋抬回了家 终于回来了 养伤的时间里 我没有太关注村里的事 就妹妹和我说 我隔离的时候 他们想把我的垫入子 分给大多人 还来借过我家的储电箱 但是被老妈拒绝了 也是 你们想要人家闺女的命 还惦记人家的物资 这是搁谁身上 谁能舒服 再后来 老爸当着全村的面 扔下一个储电箱走了 从那以后 就很少跟队 出去了 那几个要抢我东西的人 我也再没有和他们组过队 有了去年的经验 今年面对末世的我们 就游刃有余的多了 东西照重 时不时的组织出去 杀一波丧尸 让村里的丧尸 始终不超过500的临界点 太多了危险 如果没有更危险 等我能够下地自由活动的时候 已经快六月了 我算了一下 丧尸爆发已经一整年了 我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养伤 我怎么就混成这样了 按理说 手握重生剧本的 我不应该是主角爽门吗 但事实 确实我依旧都是个普通人 受伤依旧是伤筋动骨100天 少一点都不行 六月的天已经热了起来 我看着长长的头发 不得已 找了个抽水的日子 找出了我的剪发工具 支起了剪发摊子 剪发 不收钱 不收物资 但是剪成啥样不管 就这样我一连干了三天 将全村剪了个遍 终于第四天我对自己下手了 还行 能看 比第一天捡的狗肯造型好多了 也许末世结束后 我可以开个理发店了 自从有了净水器 村子里的饮用水安全了许多 就是相对的费电了点 但是我们已经贡献出一个储电箱了 总不能老紧了一只羊蒿吧 事后可能也感到一丝不好意思 村里派人就我发烧的事做了道歉 暗中还送了一些日用品 东西就留下了 至于道歉就听听就行 老实说 末世了 我们这里还能维持着末世前的秩序 老村长的功劳是最大的 我们迷茫过 轻狂过 也差点全军覆没过 能保持现在的状态 已经是很好的了 不能太贪心了 就这样入夏了 入夏后 雨水渐渐多了起来 今年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规律 外出寻找的农作物 也比去年更多 今年没有成批量的种植了 今年的农作物 都是去年遗留的种子 再加上没有人管理 所以长成啥样的都有 但是还好 我们都有经验了 所以收获也是满满 我们还有意的撒种子 这样不至于以后出来 没有东西采摘了 至于长成什么样 就不知道了 又是一个下雨天 今天我和妹妹 跟对出来采集物资 这已经不是妹妹 第一次出来了 在我受伤的时候 就是她和老爸 一起跟对出来 今天我们运气不错 还找到十几颗甜瓜藤 摘个两筐甜瓜 还摘了一些野草莓 虽然不多 但是也是个新鲜东西了 姐姐姐 你看那是羊吗 只见不远处 几只灰扑扑的动物 在吃这草 吃几口看一下人 很是寂静 不是羊 那是肉啊 我擦了擦不存在的口水 找了其他几个人 对羊进行了包抄 羊虽然警惕 但是终究没有人聪明 看到被绑起来的几只羊 终于可以吃上肉了 因为羊会叫 是不安定的因素 所以羊是杀后带回去的 不出意外 村里都炸锅了 一年了 谁不缠新鲜的羊肉 包皮放血 六只羊一共三百来斤 按人头分一人不到半斤 我家四个人 在家上是我们发现的 最终连古代肉分了三斤 还分了几个甜瓜 我很满足了 今天所有人家都是在家煮肉 就连小区中都弥漫了一股肉香 老妈将肉煮得软烂 又做了手擀面 一家人吃着羊汤混面 头都不想抬一下 太幸福了 自从吃过肉 所有人的心思都活络起来 外出搜寻物资的时候 也会特意寻找活物 但是活物往往会叫唤 所以找到后 一般都是带死的回来 再后来有人提议养鱼 于是我们将小菜园的 另一边挖了池子 后来又有人去河里捕利一些鱼 河里的鱼 我们是不敢直接吃的 为了防止鱼被污染 我们捉了鱼后 都是鲜养一段时间 终于在忙碌了几个月后 我们吃到了末世后的第一条鲜鱼 这时候已经入秋了 今年的夏天 比至去年更加炎热 除去刚入下后下的几场雨 户外温度一度到达了四十多度 这种超热天还挺长 几乎占了夏天的三分之一 以至于明明都立秋了 气温白天还有三十多度 今年雨水也少 小区四口水井有三口都戳不出水了 河道都变成一段段的了 但是即使这样 都没能打败 我们想吃鱼的决心 入秋以后 雨水渐渐多了起来 隔几天就是一场雨 气温也是飞快的下降 这一冷一热间 很多人都病倒了 我爸妈也不例外 爷爷他们三个老人 是最先倒下的一批 嗨嗨嗨嗨 这个声音成了我家 最常听到的声音 每天我们的工作 由外出工作 变成了照顾两家的长辈吃药 还好我之前准备的药品多 物资也多 所以渐渐的适应了气温后 家里人的感冒都好了起来 但是不是所有人 都像我们家这么幸运 就在入秋到入冬这几个月里 渐渐的走了好几个老人 最为痛惜的是 今年出生的一个婴儿也病死了 他本身出生的时候天就冷 身体也不如 第一个生下的孩子健康 所以在一场感冒后 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听到他没了的时候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过了两天 在一个普通的夜里 孩子的妈妈悄悄地 打开了小区的大门走了出去 要不是发现了及时 小区差点被丧尸给攻了进来 但就是这样 那群丧尸 还是在外边疯狂地 排了好几天门 小孩死了 他的妈妈也随他去了 老村长吸取了这次教训 将开门的钥匙贴身存放 从现在开始 不允许任何人随意开门 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人们的精神 却是越来越违靡 仿佛失去了动力的闲鱼 虽然还是会偶尔出去寻找物资 但是却没有了那种 活好活下去的激情 人们都病了 不是身体的病 而是心里病了 老村长开始每天监督 所有人列队训练 只要别闲着 就不会瞎想 甚至宁愿浪费店 也要给大家放电影 有了娱乐以后 大家的精神明显的好转了 姐 你有没有觉得 活着很没意思 突然有一天 妹妹忽然来了这么一句 我其实也这样想过 但是很快我就知道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是一种病 一种名为孤独的病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 我开始每天下楼跑步 开始跟着我的手机视频 学习棍法 学习耍花枪 不光如此 我还叫上妹妹一起练 更甚者 我们还学会了打坐冥想 老妈调侃我们 是要修仙吗 自从开始跑步以来 我们的精神好了很多 于是我练习的镜头更足了 终于在我能耍完 一整套枪法的时候 我发现了 跟在我身后的其他人 没有人说话 只是沉默地练着 我们不知不觉间 从地下走到了地上 从一开始的几个人 到现在的所有人 最后连一项不出来的 小孩和老人都出来了 他们或许不练 但是却每天都不缺席 渐渐的冬天到了 天气越来越冷 一连几场大雪 将路都埋了 地面雪不化 我们就回地下训练 所有人心里都憋了一股气 这股气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越来越沉重 又是一年的除夕夜 又是一年的新开始 丧尸爆发至今 过了两个年头了 第一年我们还能看到其他人 但是到了现在 我们已经有半年多 没有见过新的活人了 又过了几个月 天气渐渐暖和了 这一天我们不约而同地 穿上了全部的防护甲 小区的门打开了 这次是我们主动冲向了丧尸 经过了两年的风吹雨淋 丧尸自身腐烂的也很严重 个别丧尸 甚至已经成了一把枯骨 钢管砸到丧尸脑袋的感觉 怎么说呢 你可以参考砸西瓜 只是这个瓜硬一点 我们心里都是憋了一口气的 现在这口气都爆发了出来 我看到被这口气 快逼疯了的村民 无所畏惧地冲向了丧尸 看到他们手里的武器 挥得虎虎生风 看到他们明明有些胆怯 却还是狠狠地 打向了丧尸的头颅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只不过被图的一方 不再是我们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最后一只丧尸也被杀掉了 不知道是谁先哭出了声 再然后就是所有人倒地大哭 哭出了所有的的担惊受怕 哭出了所有的生死悲欢 哭出了所有的迷茫无助 现在是真的迷茫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以后该走向何方 发泄了很久 当所有人都发泄完了 我们将所有的丧尸尸体 聚集到一起 一把火烧了 看着火光中 渐渐变成灰烬 我们回到小区 开始了新一轮的隔离 这次所有人心中 都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隔离结束 我们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耕种生活 不同的是 我们开始组织出去杀丧尸 每个月每人至少出去一次 因为我们发现 只有适当的发泄 才能使我们在这个迷茫的末世中 更好地活下去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这一天 小区里突然来电了 信号也恢复了 我们打开手机 网上赫然挂着一则公告 那上面明确地标注着 国家所有的救助基地 最令人激动的是 疫苗已经研究出来了 现在正在全国进行注射搜救 让居民们不要担心 国家没有放弃任何人 虽然电力就恢复了不到半个小时 但是这个公告 却让所有人都哭了出来 疫苗研究出来了 末世真的要结束了 果然 没过几天 天上就飞过宣传机 让大家不要担心 疫苗很快就会由军队护送 派发到所有人手中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 军队真的来了 时经两年零一个月 我们终于再次见到了军队 军队的绿色卡车开进小区 我们也都从家里出来了 经过统计 原本812人的小区 如今还剩下674人 看到这个数量军队的领导说 已经不少了 末世爆发后 很多人因为缺乏正确的认知 倒在了逃亡的路上 爆发中后期 很多人为了抢夺资源互相残杀 使得原本的幸存者再次锐减 还有遇到失潮的 遇到变异丧失的 像我们这种遇事 首先想到的是保全所有人的小区 真的是很难得 我们排队注射疫苗 这个疫苗是最终版 注射完后 哪怕被摇也不会再传染了 也就是说 等所有人都注射完疫苗 就是大反攻的开始 军队走了 走前嘱咐我们不要急 最晚10月1 就是反清扫的开始 自从军队走后 我们就走出家门 开始收拾起荒调的土地 遇到丧失也不再怕传染 打死就是 更甚者我们开始组织小队 对小部分的丧失 开始反围剿 我们把红旗插在车头 车上外放国歌 不怕丧失来找 就怕丧失乱跑 当然我们也没有嚣张到 去县城里找死 只是开始小范围的 清理农村的小谷丧失 渐渐的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 又有不知道 藏在哪里的村民 也开始加入我们 他们或许没有 我们武装的精良 但都是在末世 活过两年的人 谁还没点看家本领呢 时间渐渐的到了9月底 这一天 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 飞机上播放的是 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大清扫开始了 后来部队来了 我和妹妹都加入了 清扫的队伍 经过和丧失的对战 我的棍法也是越来越好了 在清扫中 我又遇到过几次之前 差点把我打残的便衣丧失 这次轮到我打残他了 我也遇到过危险 关键时刻 我掏出了之前偷藏的手枪 说实话 枪的厚挫力真的很大 打我的手都震抹了 打枪也是真的会上瘾 但我还是乖乖上娇了 又是一年过去了 今年的春节 我和妹妹是在清角的路上过的 虽然没有和家人一起过 但是身边都是队友 这个年依旧是热热闹闹的 又是5个月过去了 终于在6月的第一天 最后一只丧失被击毙了 为期三年零一个月 末世彻底结束了 末世结束后 我和妹妹回到老家 老家现在所有的土地 都重新做了规划 由于末世人口骤减 如今的人口不到之前的十分之一 所有的幸存者 都聚集到一起重新规划 我们小区作为一个 末世成功存活的小区 如今成了幸存者的聚集基地 新的城镇也将由这里 开始继续扩建 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 末世结束的第二年 学校开学了 妹妹作为一个大龄高中生 又背起了她的书包 末世结束的第五年 我又回到了以前的城市 只不过这次不再是996的社畜 而是新城市的建设者